阿斯加德大军大举入侵地球 发誓要为他们的王子报仇 不久前雷神托尔竟然死于一个凡人之手 如今他们带来了奥丁的路 神盾局的士兵们沿着一带 可洛基让他们见识到了什么叫降维打击 洛基启动了远古攻关 烈士级的力量喷涌而出 瞬间就把面前的一切洞成了冰雕 就在一天前 神盾局发现了高能反应 依照正常剧情 那个甩着一头金毛的托尔打了进来 可就在他弯腰去捡雷神之锤的时候 他利剑射了过来 托尔当场隐蔽 射箭的正是鹰眼 尽管鹰眼坚称不是自己射的箭 却还是被关进了监狱 而更诡异的是 当尼克弗瑞前去审问的时候 鹰眼已经没有了气息 有人在神盾局最严密的探管下完成了灭口 而雷神和鹰眼已经不是第一批死去的超级英雄 就在雷神出事的前一天 尼克弗瑞找到钢铁侠 商议组建复仇者联盟的计划 可就在寡姐给托尼斯塔克注射药剂后 钢铁侠就开始疼痛不止 抑制伤势的药剂不但没起作用 反而要了他的小命 了解情况后的洛基 答应给尼克弗瑞调查的时间 不过也仅限于一个晚上 太阳升起的那一刻 阿斯加德的大军就将血洗地球 时间紧破 尼克弗瑞秘密联系上正在逃亡的寡姐 自托尼斯塔克死后 俄国间谍出身的寡姐 就被列为重大嫌疑对象 尼克弗瑞为了避免阴眼的事情重演 借着谈话的机会 把那管药剂的针管交到了他的手里 剩下的事情他相信黑管部会知道如何处理 逃脱后的寡姐来到卡尔夫大学 找到了布鲁斯班纳和他的女友辈底 两人是生物细胞学领域的专家 寡姐想通过针管上的残留 调查出钢铁侠的真正死因 然而显微惊吓的情况 却让他们陷入了更大的谜团 钢铁侠的死因根本不是因为要紧 解毒计甚至为离开针头 有什么更细小的东西就从针口发射 进入了托尼斯塔克的体内 可还没等调查继续下去 外面已经传来了螺旋桨的声音 罗斯将军带队前来抓捕班纳 情况紧急 班纳只能和寡姐匆忙逃跑 可在逃跑途中一发子弹命中了班纳的肩膀 受到伤害后的班纳无法抑制怒火变成了好客 直接开启了暴走模式 然而没想到一顿狂轰乱炸之后 浩克的体型竟然失控般膨胀起来 最后在众人惊恐的眼神中炸成了碎末 至此初代复联除了还在沉睡的美队 就只剩下寡姐一人 涂瑞局长想到这是有人在针对这些预备复仇者 赶忙联系寡姐躲避 可依然晚了一步 黑暗中寡姐仿佛遭遇到了某种隐形的攻击 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电话拨通后只留下一个线索 就被拉入了无尽的黑暗 另一边的尼克福瑞反复听着寡姐最后的语音陷入了沉思 眼下距离天亮已经不到四个小时 他能想到的只有动用最后的手段 可当他拿起传呼机时 突然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可能 城外的墓地中 尼克福瑞看着眼前墓碑上二代黄蜂女的名字 她的代号正是代表希望的霍卜 而此时凶手也露出了真命 她正是初代语人皮姆博士 在这个时间线 二代黄蜂女提早加入了神盾局 却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生命 失去爱你的皮姆博士致此非话 把一切罪则迁怒于尼克福瑞 乃至整个神盾局 她害死当铁匣除掉雷神陷害鹰脸 最终都是为了报复眼前的尼克福瑞 可皮姆博士万万没想到 迎接她的却是狠狠的一击 尼克福瑞竟然出奇的能胆 而更离谱的还在后面 随着战斗的进行 尼克福瑞竟然展示了闪现和分身等众多诡异的技能 原来刚才和她对战的一直是诡计之神洛基 真凶终于落网 可事情却并没有结束 复仇完成的洛基展露出了真面目 她竟宣布将地球纳入阿斯加德的反复 毕竟雷神死后 她就成了阿斯加德唯一的继承人 影片最后尼克福瑞来到北极冰川 召唤起了最后的复仇者 所以,那是战斗